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玄 我们本节课来探讨C++常见问题当中的C++如何使用内存 也就是我们本节课的知识点 本节课我们探讨的C++如何使用内存 它在我们面试过程当中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C++它有三种管理数据内存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三种管理内存的方式 包括什么 自动存储 静态存储 和什么 动态存储 关于我们动态存储的话 我们在讲解 NewDelete和FormatFree的时候 已经着重的讲解过了 所以说我们本节课 着重的来讲解的是 自动存储和静态存储这两个知识点 在不同的方式下 内存的分配形式和存在时间的长短 它都是不同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1个知识点 什么呢 自动存储 自动存储的话 它也是 这个 占存储 占存储 对于函数的形参 内部生命的变量 以及结构体变量 等等 编译器呢 将在函数执行的时候 为这个形参 自动分配 存储空间 在执行到 变量 和结构体变量等的这个生命依据的时候呢 就会问它自动的分配 存储空间 就称之为 自动变量 我们这里要记住一点是什么呢 哪些变量的存储属于 自动 自动存储呢 他们的这个内存存储是呢 是那个包括这个 函数的形参 函数的 形参 以及呢 包括内部生命的变量 函数内部生命的变量 函数内部生命的 变量 以及呢什么呢 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变量 这三个呢 他的数据的存储呢 就是我采用的是自动存储 我们这个自动 变量的 生存器呢 它只局限于 它所在的代码块 所谓的代码 所谓的代码块呢 它是包含在 花括号 对当中的 一段代码 函数呢 它只是代码块的一种 只是代码块的一种 下面呢 就是我们来比较 看一下 写两个代码段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 int型的 函数 add intm intn 好的 然后呢 定义 z 就是我们 z的生命周期 包括 整个函数 包括 整个函数 包括什么呢 我们定个 int型的 z 等于 m加n Return z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z 它是 定义在我们 这个代码块 函数 add 当中 它的生命周期呢 就是包括我们 整个函数 退出函数之后 它就不存在了 它的存储呢 也是自动 存储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 第2个代码 英特 add 英特m 英特n 我们定义 来判断 ifm 不等于0 则什么呢 英特z 等于m 加n 我们这块的z的话呢 z的生命周期 就是它的生存期 包括什么呢 在这个 代码块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if里面 退出if之后呢 z 就不存在了 我们比如说这个 Return什么呢 z 这块就会提出一点 未定义 标示符z 就无法识别了 好的 我们再来分析 我们再来分析 当我们 就是对前面的这个函数来说的话呢 当函数返回的时候呢 变量z 它就会被撤销了 对应内存空间呢 就会被释放 在我们 下面这个代码当中呢 就是在if块 代码当中生命的这个变量z的话呢 它生命期 生存期 仅局限于什么呢 if结构的两个花括号之间 仅局限于这个两个花括号之间 当程序执行到if 结构的花括号 之后的话呢 变量z呢 就会被撤销了 变量z就会被撤销 它对应的这个内存空间呢 就会被释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return z的话呢 就会 提示 语法错误 理解我们代码块的含义呢 十分重要 花括号呢 它不是判断代码块的唯一标准 把代码块 二当中的这个 f结构呢 这个花括号去掉的话呢 他也 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代码呢 仍然是错误的 他只说是我们这个结构体当中呢 f结构呢 才是正确的这个用法 自动变量的生存期 它是局部的 这个特性呢 使得程序员呢 可以在不同的块内部 来使用相同的变量名 用不着 为使用不同的变量名 矫制脑筋 这是我们这个 就说是 在函数当中呢 它自动的就是定义的它这个 内部变量 它是自动存储的 下面呢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站 站的话呢 它其实呢是一块 存储区 而且是什么呢 c++程序 使用最频繁的存储区 它存储机制呢 是先进后出 先进后出的 可以将它想象成是一个装 盘子的桶 最早放入的盘子在桶的底部 最晚放入的盘子 最顶部 取盘子的时候呢 必须 先从后 放进去的盘子 开始取 这就是所谓的 先进后出原则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站 对于我们这个块而言呢 比如说我们存住进去这个 z的话呢 先存进去 后释放 就说是后存进去的 这个站的这个内存呢 先释放 先进后出 OK 这是我们 采用站的 就是我们采用站这种机制的话呢 ci加程序呢 它能够有效的节省 所用内存的空间 它能够有效的节省我们 这个所用内存的空间 好的 这是我们对自动存储的简单讲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2个 是静态存储 静态存储 它也是我们什么呢 编译器预存储 编译器 预分配 好的 每个c++程序呢 它对应着一块静态数据区 也就称之为我们的全局数据区 在原程序编译的时候呢 编译器 就为某些程序实体 预分配存储地址 和内存空间 程序一开始呢 就执行 这些程序呢 这些程序的实体呢 就会被创建 一直到什么呢 程序结束 才被撤销 并释放 对应的内存空间 因此呢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 永久存储 它是永久存储的 静态存储的 程序实体的数目呢 在这个程序运行过程当中 它是不变的 因此呢 无需使用特殊的机制 来管理 编译器呢 将分配固定的内存块 来存储所有的 静态 存储 实体 在这一块呢 我们首先呢 我会用到 就是 会用到几个关键字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关键字呢 是什么呢 是extend extend关键字 前面呢 就是我们 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 自动存 自动存储 在静态存储当中呢 它会用到这个extend关键字 extend的话呢 它是 C++语言提供的 存储类声明符 用extend声明的变量 就称为什么呢 全局变量 称为全局变量 从字面上来看呢 这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变量呢 可以在程序的任意位置来使用 全局变量 它是在 函数和类 外部来定义的 所以呢 也称为外部变量 它是 定义的变量为什么呢 全局 变量 或者说是 外部变量 好的 它呢 和自动变量不同的是什么呢 全局变量的声明 它有两种形式 包括这个 定义性声明 和引用性声明 定义性声明的话呢 它是用于 创建变量 它的这个基本形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 定义性 基本形式 这个时候呢 充数化表达室呢 它可以 省略 呃 它的这个质量呢 通过编译器 在静态数据区当中 开P一块 指定类型大小的 内存区 用于存储我们这个变量 比如说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来举个例子 ext 什么呢 double total 等于10 呃 也就说是 在我们 创建了一个初始值 为10的 double形 全局变量 呃 只有当在这个定义性声明当中呢 呃 声明当中 呃 它省略了ext 的时候呢 初始化表达室呢 呃 才可以省略 系统默认 将它的这个初始化呢 设置为0 对于定义的这个全局变量组 或者说是结构体来说呢 编译器呢 就像其中的每一个元素呢 或者说成员 的所有位 都初始化为0 呃他都是初始化为0的 这是 第一个extend这个关键字的这个定义性声明 呃定义性声明 而在这个使用全局变量之前呢 呃需要对他们来进行一个这个 呃引用性声明的话呢 我们这个函四呢 就呃就另外一个这个定义方法了 第二个是这个 引用性 声明 呃包括这个extend 是关键字 然后呢是 类型 变量名 呃这个呢 我们可以后面呢 它是定义性声明 有有后面这个初始化表达式的话呢 它是定义性声明 没有的话呢 它是就是引用性声明 这块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里没有这个 初始化语句 没有初始化语句 引用性声明 由于告诉编译器 变量是全局的 呃这个 一个特征 引用性声明 呃它不只局限于在外部 只要在使用全局变量之前 对它进行声明就可以了 呃它呢 这块的用法呢和函数是一样的 呃如果定义在前的 呃就使用在后 而且呢定义和使用的在同一个文件当中 好的 呃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在 代码中演 代码中演示一下 全局变量的 定义性声明 和引用性声明 OK 呃首先的话呢 呃我们把这个代码屏蔽掉 引用童话键 include iostream 命运童话键 好的 然后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 呃 引用性声明 以用性声明 Extern 应用童1 Cout Number1 Number1&L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这个 是函数声明 还是声明什么呢 Void Change 然后呢是函数的使用 Change 使用函数 代码函数 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Cout Number1 Number1&L 最后呢是Return 最后是Return 呃这是在我们的 主函数里面呢 我们声明了 呃就是 引用性声明 引用了我们 呃声明了我们这个 Number1 Number1 然后呢 我们的话呢 呃可以说是 呃在他的外面的话呢 我们定义一个 印刷型的Number1 印刷型的Number1 呃再然后呢我们 呃可以呢 在这个 解决方案 类里面 添加上一个什么呢 添加上一个什么呢 呃呃 呃没必要 也可以就是直接在他这个外面 在他这个外面什么呢 来实现我们这个 Change Change函数 Change的话呢 就让这个 Number1呢 加等于3 加等于3 OK 我们这个Number呢 他在处置化呢 系统会默认的处置化 呃他为 0 呃他为0 然后呢他 掉用Change之后呢 他自加3 呃自加3 他就为3 他这个全局的话呢 他出了我们的这个Change之后呢 呃他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一样的 呃在不管是在 我们的Change函数里面 调用这个Number1 还是在我们的Main函数里面调用这个Number1呢 都是 都是对我们Number1的操作和访问 好的 呃当然了 呃关于我们的 呃就是这个静态存储 呃的话呢 他包括除了我们的这个全局变量 之外呢 他还有这个静态 呃就是static关键字 静态 呃变量 包括我们这个静态的全局变量 以及静态 呃的局部变量 静态变量的话呢 静态局部变量的话呢 他只是说是 呃在我们的 呃他的这个范围的话呢 是在 呃他的也是代码块里面 呃去进行这个 呃访问的 好的 呃关于我们的 呃 使用这个内存管理的方式的讲解呢 我们这一刻呢就讲解这些 呃我们了解到 呃他的这个三种管理内存的方式 呃自动传储 静态传储和动态传储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 课题 作业 呃作业的话呢 我们呃呃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自己 了解 没关系的 这个 steady 关键字 内存 存储的 用法 好的 呃这是我们本节课 关于C家家内存管理方式的讨论 好的 谢谢大家